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大幅讨论的 金门在整个四月份都要进行实弹射击 虽然我们的军方说这叫例行性的 但是丽将军张将军都告诉大家 什么例行性就不是啊 非常不寻常的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防部长 要修改第一集的定义 都是最近台湾很重要的新闻 大陆国防部呢今天上午有一个记者会 记者会当中呢就被记者问到 就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对于金门的实弹射击 大陆国台办昨天讲话了 今天大陆国防部也讲话了 解放军掌握台军的任何动向 民进党当局任何条件行进 会以失败告终 跟这个国台办昨天的讲法是遥相呼应 解放军会以时刻准备着的战斗姿态 解放军谈话了 然后这个秋国任务修改第一集 大陆国防部也说警告民进党当局 不要轻举妄动 好你就会看到大陆的所有的口径 对台的还有他们的政策主轴 都是一贯的 所以国台办讲的话跟这个国防部讲的话 不会有冲突的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都是把台湾人民台湾跟民进党当局 是切开来的 所以所有比较这个警告式的 比较这个严厉的 他的主词都会是民进党当局 对不对 民进党当局 所以对于金门来讲 对于台湾的普遍老百姓来讲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这个敌意存在 是并没有 好军事上的备战 当然我首先请教一下这个张映田将军 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这辣碗报 就一路看到美丁的这些动态 美方对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支援 那所谓的各方的人马来 什么立陶宛 英国各方人马来 包括我们在各港口 包括我们在这个海军 包括在潜艇上 你看看这军事上的备战目前进行的如何了呢 我认为在军事上还准备还不够不及格 我认为要加把劲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金门这个以火炮射击 火力射击来代替驱离 排的这个四月份排的满满的 中共一看看出来了 那看出来之后 他的海警船在进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停止射击 你没有停止射击 轰了他 这个就开始打仗 两个打起来 拿火力去打他了 这个时候 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金门 现在守军不到三千人 要拿火力取代人力 因为人力少了嘛 以前十万人嘛 现在三千不到 火力取代人力 那现在要赶快运补 都不运补 你打仗的时候马上 你要他独立作战 独立作战 你要先把这些的火炮弹药 赶快运上去 不然哪够 一下打完一下就打完了 你看乌克兰 五十多个国家给乌克兰 乌克兰都不够 张学你看 在金门月 因为他的整个实战设计 是几乎是整个四月份 而且非常的密集 各岛屿在轮流嘛 你那天不是讲嘛 这个六个岛在这个车轮式的 请问一下四月份的风险 是不是特别高 对 那这个很清楚嘛 他就是要驱离嘛 让中共的海警船不要过来 中共海警船就是要执法 中共的海警船就是要维权 你不要说海警了 他如果渔船过来 你开枪嘛 那不行啊 对啊 那他这样的话 不管海警船 他除了渔船 海警船 海监船 海侧船 海上民兵都是他的筹码 但这个子弹或是火炮 有时候会有意外 会飘嘛 对吧 所以你怎么看呢 那中国大陆 他已经做警告了 你看今天这个国防 大陆国防部的这个警告 其实非常强硬 国台办昨天讲到 这个态度也很强硬 对 他就知道这个 这个猫腻别再看出来了 他就已经警告了 不能群举妄动 那我们的讲话 我们讲法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应战的准备 因为台湾说实话吧 这整个四月份的这个金门的实战演习 就轻描淡写带过 是因为这个您啊 我们现场这个专家的一些这个提点 所以我们来晚报特别大做了一个篇幅 那你认为大陆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个讯息 把它看成一个 怎么讲 当然条件也好 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 你觉得大陆会怎么样来应对这个事情 对以前一天 以前一个一季里面就一天两天 因为有渔民有货轮三轮进出 所以他一天 那你排得满满的那很清楚嘛 那就是在意味的挑衅嘛 那中国大陆是这么做解释 那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 中国大陆就讲得很清楚啊 那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是就是说 要我们硬吞回去 要国际硬吞回去 你要不要把这个演习的整个月排满满的 你敢不敢 他到时候中国大陆判断 他真的会有船进到进县之学域 不管是渔船或者是执法的海底船 一定会有四月份 那你要不要去 不只是四月份在今夏海域 其实在2月14号撞船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就看到 整个效应早就外移到了台湾的这个本岛 包括我们讲到东部海域啊 台中啊苗栗啊新竹啊不是吗 所以像我们在花莲进行的这些部署 让花莲港一下子升高为这个备用的一些军港 包括我们的这个前舰啊 我们的驼江舰啊等等 我刚刚讲了一连串的这个备战 备战的一个作为 还包括美国情报特种作战小组 到这边来带一个概念 我们的蔡英文也见了 她的概念是什么呢 台美共同抵制中国的侵略系行动 你怎么看 我认为她讲的这个话 共同抵制中国侵略行动 她这个讲话我认为不切实际 第一个把我们这220亿美元 6600亿台币的这些军售 都订了赶快过来啊 F16过不过来 MQ-9B海上卫视的无人机要不要过来 我们下的这些订单 包含水雷 包含鱼雷 也包含了感测器 包含了征照的装备 要不要过来 还有M1A2T的航客 你赶快过来啊 没有 都向后延后递送 你这个你讲到说 共同抵制中国侵略行动 你却没有动作 你赶快过来 F16V新的买了66架 我们的初期款都已经付了 赶快把飞机送过来啊 没有 那他是玩真的还玩假的 说说而已嘛 无论要具体的行动 甚至还要说 我们是不是要启动 卖那个逆中战机给台湾F35 是不是这样 这个才是具体的 不是讲的共同抵制 所以我们的疯狂备战 嘴巴上的备战 没有备战 各式新闻上的一个备战 你觉得对于实质上的帮助 是很小的对吗 没有啊 我认为政府也会提升心防 有没有做人力动员 或者是物力动员 局部动员 心理动员 有没有做 甚至我们打仗一定会有战损 会有伤亡 医疗动员 有没有做医疗动员 都没有做啊 你这样子不是都是 在那边放空话 我认为要物事敌之不来 事物由以待之 这个时候你要做动员 没有动员 新防动员了没有 没有 大家没有 我看到那个外桥学校 台北的外桥学校 因为外桥学校有的是双重国际 在那边读 就只剩一女生 男生都跑掉了 为什么说女生呢 男生多 女生少 结果现在全班都是女生 男生呢 男生跑出国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他们跟我讲的 他说那外桥学校 不要讲哪个国家的学校 因为外桥学校 大部分读外桥学校 很多是双重国籍的 双重国籍的 你想这个现象 跟我听到最近的讯息 是一样的 一致的 一般都是女生 男生走了 很多家里面有这个 快要服病疫的孩子 如果家里能力允许的话 几乎都送出去 那根本还没开 但现在就是这个 就还没开战 人先跑了 怎么会这样 那时候要编这个五六千亿 我那能够哪够啊 打仗的时候先加薪 因为你不可能让他三万七千块钱 两万块钱 叫他上战场 一定时间加享 你看那个雇佣兵拿的钱都很多的 那个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也有雇佣兵 我跟你讲就算加一辈子 爸妈阿公阿嬤都会说不要啦 对不对 现在少子话 那一个孩子休眠 我认为五六千亿 因为国军要占到一兵一卒 五六千亿连辅恤金都不够 还没买武器了 你带国家还没有了 所以问题很多 我们的备战当然很多嘛 政治上的备战 外交上的备战 军事上 都没有做 还有金融上的备战 金融上的备战 我们真的讨论的很少 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金融兵推 我们也不知道细节啊 原来我们进行了金融兵推嘛 对不对 金融为什么要兵推 就是万一打仗的时候 金融上的一些损失该怎么办 那为什么呢 也就是因为 所有的金融那些监管单位 金融那些单位 都知道可能真的要打仗 请问过去我们有这样做吗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各场运作 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倔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